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昨天在東京舉行的美日印澳四方會談 雖然拿不到一致的共識 但是印度空軍參謀長巴達利亞今天宣布 說印度方面已經做好了空襲中國的準備 到底這位參謀長所說的話 是標誌中印關係已經到劍拔老章的地步 還是純粹只是拋浪頭呢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一起看看巴達利亞是怎麼說的 他就說印度在空戰的競爭當中佔有優勢 包括了有先發制人和深入打擊的能力 在未來五年印度將會引進83架光輝戰鬥機 同時還訂購了印度的國產初級教練機 和輕型戰鬥直升機 他說話的時候就滿懷信心 但是他所引述的理據 就是五年之後印度會怎樣 怎樣怎樣 就是說 目前就好像還沒有一個方案出來 原來巴達利亞還說到 雖然印度已經做好了空襲中國的準備 但是事態還未嚴重到這個地步 就是說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 差一些觸發點和導火線 另外 巴達利亞到底他怎樣研判 中印之間一旦發生衝突 哪一個會贏呢 他就說 中國是沒有理由能夠戰勝得到印度 因為印軍早就已經在相關的地區進行了軍事部署 而拉達克地區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印度空軍負責跟中國邊境對峙 而且部署的位置都相當好 能夠準備好應付到任何的衝突 包括和中國以及巴基斯坦的兩面戰爭 為什麼巴基斯坦又會在內 除了印巴之間在邊境長期有磨擦之外 這位巴達利亞還說到 說中國和巴基斯坦有著密切的合作關係 進行廣泛的軍事演習 甚至乎巴基斯坦很多方面都是依賴中國 這個說法是相當客觀的 巴基斯坦事實上是一帶一路的倡議國 而且 中巴之間有著很多的經貿合作關係 所以 你說巴基斯坦是不是在依賴中國 某程度上是 所以他說這個說法是客觀的 巴達利亞出來放這番狠話 就證明得到 在印度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 已經進一步發酵 而且也說得到給大陸的領導人 民工武嚇就不是中國的專利 不僅是讓你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才懂得在微博和Twitter上 對著台灣指天篤地 甚至乎上次那篇貼文 還說到國民黨變節 哪有人用那些詞彙那麼笨 現在你是不是自爆告訴人 國民黨神祖已經投了貢 加陣子是不是要送國民黨一程 這樣寫這些東西出來 因為你說口講就可能有口誤 手寫就一定是看過 看好才出文 不會亂寫的 這些東西 用到變節不是亂用的 說回印度的局勢 加陣子這個巴達利亞是什麼人 原來是官方的軍方的正式人物 老解方面有沒有一個現役的軍人敢出來說這些 不夠膽 因為中國 一直對著印度的態度在口頭上是保持克制的 在行動上 比如說西藏軍區 他們又做很多演習 然後又在邊境地區 玩狼牙棒 水壺轉 魚叉 但是口頭上仍然是要保持著克制 不能夠再進一步刺激大陸的民族主義情緒 為什麼 因為一旦中印真的開拖的時候 其實對中國 一點好處都沒有 首先中國已經 那些智能手機 尤其是低階的 那些步步高旗下公司出的 在印度的 銷量就已經跌到趴街了 為什麼 因為 搞了中印邊境衝突出來 人家就是 了起這個民族主義情緒 不只是你認識玩而已 別人也認識 好了 在商貿上已經出事了 若然在軍事上也出事的時候 就只會使到中印邊境和西藏那些凍土地帶 是牽制著老解的兵力 所以是不值得的 好了 印度方面說已經做好了空襲中國的準備 但是他們又沒有說到哪一個地方 中國那麼大幅廣闊 到底他這個說話 是拋浪頭 還是禮真的呢 目前中印邊境接壤的地方 都是西藏自治區的邊境 那些凍土地帶 已經被評定為不適合人類居住 甚至乎老解那些軍醫 也說 說在那些地方 喝的凍水 會連牙都掉 不是凍到牙都掉 是因為他的礦物質太強 另外在中印邊境附近 有一個地方 就叫做 阿里地區 目前 是由中國管治的 阿里地區 下有一個宅達縣 縣的面積有24,600平方公里 很大 但是 常住的人口 只有7,710人 是全中國人口最少的縣 而且這7,000多有 主要是住宅在縣城 換言之 這個地方真的是 不適宜人類居住 而且 不適宜作任何 農業發展 印度就說 做好了空襲中國的準備 段故 印度的空軍 除了有航母之外 否則都很難飛得到中國沿海的地方 因為大陸都有防空系統來攔截 但是在中印邊境那裡 有價值的戰略據點 真的不多 所以印度方面 說這一句話 究竟他的目的是什麼 印度目前就已經陷入了 非常之嚴重的疫情 每一天錄得 7萬多宗的個案 到底是不是因為 疫情爆發得太嚴重 而去說這些說話出來 是轉移國內民眾的視線 不過無論如何 就算真的要轉移視線 印度加陣時 放得你中國上台來轉移視線 也反映出 印度根本上是沒有意思 改善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實際上印度在四方會談之後 態度忽然強硬了很多 雖然在會談當中 拿不到一致共識 但這可能跟印度 不結盟運動的傳統 都有關 印度不想 在這些框架裏 發太多的言 但是回到他國內 有個軍方高級的將領出來說 相信印度對華的強硬程度 就是不雅於美國 事實上 美國現在採取很多針對中國的措施 印度都搶了在美國前頭 來實踐 比如說蓬佩奧搞了一個 淨網行動 但是印度早在淨網行動公佈之前 就已經封禁了TikTok和微信 現在都沒得玩 那麼他們就說 要弄一個App 按一個按鍵就可以清除手機 所有中國製造的App 而且又說要 罷買中國製造的手機和電視機等等 而且印度總理莫迪 也有部署來推動印度製造的產品 以及減少依賴中國的貨品 所以 在全球十大經濟體當中 如果你說哪一個最有可能是跟中國在經濟上脫鉤 就一定是印度 反而不是美國 因為印度對中國商品的依賴程度 不是那麼高 未至於其他國家這樣泥足深陷 買到 根本上就停不了手 有很多貨品都依賴了大陸的生產線 印度不是的 我們看看去年的經濟數據 去年就未曾爆發武肺 年尾才在武漢爆發 所以去年的數據就沒有受到武肺影響 是很客觀的 在去年 印度來自主要貿易夥伴的進口額 第一位都是中國 沒辦法 中國製造的貨品到處買 世界工廠 中國的貿易額是多少呢 進口是683億美元 但是比起2018年的時候 就已經降低了7.3% 這個數字就相當之大 即是印度根本在去年開始 去年未曾爆發中印邊境衝突 未有武肺 都已經降低 自中國進口的商品 所以印度方面是一早部署好了 接著我們再看看 在去年印度商品主要出口去哪些地方 第一位就是美國 金額就是538億美元 第二位就是阿聯酋 第三位才到中國 中國的份額只是171億美元 所以 印度生產的商品出來 軟銷到美國 反而賣去中國是比較少的 所以為什麼印度有這樣的實力 印度是有這樣的吉士和你大陸去下砌 就是因為印度一早就已經在經濟和貿易方面部署 如果他的日常生活 都很依賴你的進口貨品的時候 變相他就被你已經是捏緊了 握住了 那還怎樣發揮 所以印度可以說是深謀遠慮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